恆大集團曾經是中國產出規模數一數二的房地產開發商 成為中國一些主要城市開發的推動者 建築工地的起重機點綴著城市的天際線 但現在它在2萬億人民幣債務的重壓之下舉報難間 目前的風險不僅是恆大這家公司的命運問題 因為房地產上游和下游40多個行業都將被波及 恆大的困境令人擔心中國經濟崩潰 甚至像雷曼兄弟倒閉一樣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真是這樣的嗎? 全球市場對恆大這種恐慌引發了全球連鎖反應 隨著中國大型房地產開發商在香港股市的股票下跌 全球股市亦都受到一些影響 隨之下跌 針對恆大可能爆發的債務危機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鮑威爾9月22日表示 恆大集團的債務困境似乎是中國特有的問題 不認為這個會在美國企業部門造成相應的問題 在標普全球評級造出恆大流動性枯竭的可怕註冊後 恆大的股票和債務再次下跌 標普表示只有在出現大範圍蔓延 導致多家大型開發商倒閉 並被經濟帶來系統性風險的時候 北京當局才會被迫介入 好像恆大這種規模的公司如果無罪破產倒閉 會在中國和其他地方產生連鎖反應 例如恆大拋售的行為可能會壓低市場價格 導致過度槓桿化的其他房地產崩潰 這個有可能破壞整個房地產行業的穩定 而整個房地產行業大概佔中國經濟30% 這是習近平當局不得不擔憂的事 此外如果恆大破產對中國就業也有影響 數據顯示恆大僱傭超過12萬員工 以家庭計算的話涉及人數就更多 尤其因為中共應對疫情的強力控制措施 經斷斷續續18個月的復工復產 中國經濟再次出現萎縮的狀況 因此經濟需要更多的就業機會 經濟就好像一個人的身體而金融就好比血液 要上身體健康首先血液就要健康和流通暢順 但是中共過過央民幾十年 經濟成為爛攤子 金融系統也千瘡百孔 以至於習近平在中央陳級的會議上不斷發聲 要求下面各部委牢牢守住 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恆大的債務規模這麼大 可能會被中國的金融體系帶來系統性風險 根據一份公開文件顯示 截至2020年6月30日 恆大的債務涉及128間銀行類金融機構 和121間信託、城投、資管、私募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 其中中國境內銀行類金融機構借款原額2163億元 排名前五的分別是民生銀行293億元 農業銀行242億元 折商銀行113億元 工大銀行105億元 工商銀行103億元 境內非銀行金融機構借款原額3684億元 排名前五的分別是外經貿信託241億元 中行信託191億元 山東信託176億元 光大慶隆信託164億元 渤海信託125億元 據恆大2020年年報顯示 其中主要往來的銀行包括文山銀行、農業銀行、 工商銀行、農業發展銀行、折商銀行、 普法銀行、光大銀行、建設銀行、 聖經銀行、南陽商業銀行、 九林銀行、渤海銀行、上海銀行、 龍江銀行、慶業銀行、 洛陽銀行、中信銀行、廣州農商行、 漢口銀行、九江銀行等20家銀行 資本市場之所以這麼擔心恆大事件會引發金融危機 其實不單是因為其巨額銀行表內貸款 與之相比更令市場擔心的是 無法準確估算的表外放款 例如過去幾年 中信集團支持恆大而產生上千億元的風險創侯 但根據2020年財報 張信銀行和中信信托 在恆大的投放家起來不超過200億元 說明表外放款早就超過了表內數據 而這才是市場擔憂恆會藏到雷曼兄弟覆設的主要原因 恆大如果真是破產衝擊力無疑是巨大的 影響最直接的就是恆大公佈的年報中 那20家主要業務往來的銀行 同樣恆大徹底破產可能導致廣泛的經濟動盪 甚至中國社會發生內亂 恆大和中國經濟的未來取決於 習近平當局會不會允許恆大破產 或者會不會為了維持穩定而進行干預 因為內亂對中共保持所謂的穩定極為不利 現在的許家印有兩個選擇 一是任由恆大破產 許家印承擔有限責任 許家印的家族繼續當萬億富翁 苦的就是無數恆大理財的投資者 無數恆大留花的消費者 債務也會蔓延到恆大的供應商和投資者等各方 而是許家印挑起擔子 和恆大共進退 拿出家族財產和恆大全體員工共剋時間 數死一搏 要錢還是要命 許家印還有得選擇 而恆大像雷曼兄弟倒閉一樣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也是國際投資者擔憂的事情 以至於國際投行紛紛表態 花旗銀行發言人表示 沒有向恆大的直接風險暴露 花旗銀行還表示通過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 而產生的間接暴露也微乎其微 並沒有集中於某個交易對手 根據報告 美國沒有向恆大發放貸款的銀行 高盛和摩根大通持有恆大債券 但都是通過財富管理部門 而且金額很小 花旗銀行在中國的風險暴露只有198億美元 只佔公司貸款和其他擔保的1.1% 花旗銀行在中國的投資主要是國有機構和跨國公司 經濟學家表示 恆大和外國金融系統的聯繫是有限的 中國的房地產業放緩將不可避免 但是如果中國的房地產業崩盤 也會影響到中國的其他行業 從而將影響全球的消費者產品、能源、原材料 和工業產品公司 在很多方面來看 這個問題是中共造成的 多年來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放縱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利用擴大債務的模式進行發展 恆大倒閉的影響最終將取決於中共的做法 在恆大問題上官方也面臨著兩個選擇 一是官方監管機構可以介入 迫使國有銀行向恆大提供所需資金 以向其所有供應商、建築工人、購房者和員工支付資金 但是其他開發商也會繼續做同樣的事情 事務忌憚地擴大債務 助長越來越大的房地產泡沫 這個是最危險的 而是放手不理 被恆大徹底破產 但是習近平不願意這樣做 因為這樣會導致經濟崩潰 習近平能夠掌控中國的銀行和大型金融機構 是他最大的權力來源之一 最新消息傳出 中國準備安排包括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在內的聯合工作組 進駐恆大集團 對他債務狀況進行摩底 這意味著習近平當局在為恆大前在的破產重組做準備 令習近平同行恆大和許家印的原因 是許家印和他的政治對手關係密切 許家印和香港富豪的感密關係 直至連結他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家族的往來 許家印曾擔任由香港富豪居樂部之稱的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董事 而曾慶紅的弟弟曾慶懷就擔任中國文化部駐香港特別巡視員 曾慶紅疾女曾寶寶的花洋年2009年在香港上司的時候 許家印的好友堅靠山鄭于彤和劉聯雄都有認購股份 另外曾慶紅的兒子曾慰和任何集團掌託人戴永甲是老交情 不僅在澳洲幫忙買屋 還將集團40%的股份無常轉讓給曾慰夫人 前央視主持人蔣梅 而且許家印又和戴永甲是好友 經常一起打牌也是足球的愛好者 並且還傳出許家印曾出借澳洲豪宅被曾慰 突顯許家印和曾慶紅家族的聯繫 習近平下一步將嘗試一個他至今為止最大膽的行動 即是不讓經濟崩潰的情況下 折破恆大的債務泡沫 最後恆大債務危機也有兩種結局 首先是所謂的軟著陸 即是萬達模式 即是向其他富豪出售資產 在2017年被許家印從中國首富補助製調的黃建林 如今帶著萬達集團成功轉型 2017年萬達集團因為被銀行收緊信貸 遭遇流動性危機 從而股債雙殺 黃建林大不甩賣資產 他的老婆林寧被迫變賣首飾 兒子黃思聰也背負老賴的頭閒一年 但僅僅過4年 黃建林已經還回數千億債務 重回富豪榜 第二種是國有資本折管安邦集團模式 結果是安邦老闆吳兆輝坐牢判刑18年 並被活收財產105億元人民幣 之後再租追繳752億 公司和資產也有國有資本折管 恆大發展得這麼快 多少都有法律上講不清的問題 加上融資過程很複雜 很容易被找到毛病 恆大應該空多吉少 中共會按照第二種方式去處理 從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開始 正宿滴滴出行教育培訓行業 乃至演藝圈 這種殺雞儆猴的方式 令各行業和投資者們都不項議率 甚至中紀委發文稱無鐵無紙王 意味著哪怕周詠康這樣政治局常委級別的官員 都不會有例外 最後都是要按照中共所定的規則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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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